大家好 欢迎回到咱们这个闲聊天的节目 今天咱们接着聊乾隆朝的这场金川大战 这之前咱们讲了 复衡到达前线之后 决定改变战略 咱不要强攻碉楼了 这太笨 咱们想办法绕到碉楼后面去 复衡把自己这战术上报了乾隆 结果没想到乾隆回信 居然要求复衡立即撤兵 哎 复衡当时就傻眼了 这不是咱要信誓旦旦要荡平金川吗 怎么突然要撤了 这乾隆为什么突然就怂了呢 咱们先给大伙看看乾隆这圣旨的原文 这是在乾隆十四年的正月十五 下的这道圣旨 圣旨一开始 乾隆先给复衡来了一顿彩虹屁 说这经略大学士傅衡 自从奉命到前线以来 整顿营武纪律严明 鼓励荣航士气踊跃 而且呢 傅衡亲自独占 中校独占不避风雪 祭调夺卡大拙胜威 成为养父伟任 实在确实是没有辜负 针对他的期望 那为什么撤兵呢 把乾隆说了 真就想了这金川啊 罪耳穷翻 喝足党我誓言 这金川这个地方这么小 这值得咱们费这么大周章吗 这不都是你闹出来的吗 而且呢 这朝廷就金川这一个事 那事多了 激政重大 不务因凡 现在诸位大臣都为金川这一个事 持去经营 就没别的了 这经略大学士傅衡 这是我朝第一宣丽大臣 是朕的左膀右臂 哎 现在呢 因为金川小丑 久机于外 朕信实为不忍 就为了金川小丑 我们把朝廷第一重臣 放外边这么久 不合适 这又说回来啊 老是这个污蔑人家金川是小丑 你说敌人是小丑 那你连小丑都没打赢 那你说谁更出丑呢 乾隆觉着说 即使是这次秦获取魁 扫荡巢穴 亦不足以长牢 就算这次咱们抓住了沙洛奔 荡平了金川 也是得不偿事 因为花费太大了 所以辞职到日 经略大学士傅衡 着迹迟宜潮 见到这封圣旨 你就立即收拾东西 回家 发完了这道圣旨 你说乾隆为什么要突然撤兵呢 其实也没说太明白 对不对 所以乾隆也想 哎呀 估计这傅衡同志啊 这一时思想还转变不过来 所以呢 得再给他写封上狱 于是没过几天 乾隆又下了一道狱址 在这预旨里乾隆写了 说朕就想啊 这用兵一事 总细从前不知其难 错误办理 这用兵啊 朕原来没想过 打仗原来这么复杂 这么困难 之前啊 朕办错了 现在朕已经洞悉实在的形势 所以才决定撤兵 实在形势是啥呢 剑雕难破 敌人的雕楼啊 太难打了 你看咱打了这么久了 无非还是徘徊在卡萨拉岭之间 这离敌人的老巢呢 还远着呢 为什么老推进不下去啊 因为对方这儿一手难攻 一夫当冠万夫莫敌 这天险啊 费人力可施 我们不能跟天对抗 再有呢 我们这兵啊 不合适 用兵之道 在知彼知己 这回咱拍的是满兵八旗的精锐 这八旗精锐虽然骁勇 而所长乃在骑射 擅长的是骑马射箭 你要是平原旷野 确实可以一一当百 可是那边呢 那边没有平原旷野 那边有的是雪山 有的是碉楼 这骑兵打学能合适吗 不合适 那前面你说用八旗兵 那个云梯兵去攻碉楼 也是你说的合适 反正现在又说不合适了 然后前龙说 朕给你举一例子啊 朕最近看你们这战报 有一个哨卡 一个碉楼 敌人守卫的就11个人 我们这攻击的多少人呢 700多人 最后啊 倒是把这碉楼拿下来了 但是敌人都没有全杀死 只避其半 哎 杀了一半 剩下人跑了 我们这边损失多大呢 死者11人 伤者70余人 哎 你想这700多人 打人十来个人 还打成这样 这大概比例啊 要100人敌一贼 那贼人有多少呢 前面说过 大概三四千人 难道我们这边 要派三四十万的军队 到金川去吗 还有啊 这卡萨拉岭 现在就尖调如此 打得这么困难 那敌人的这个终极据点 乐乌为瓜尔牙 险必更甚 还不定有多凶险呢 之前啊 朕也想过一招 啊 朕让四川铸造了一个 两千余金的巨炮 还说去轰击这碉楼 可是呢 朕现在也明白了 看你们给朕写这奏折 这金川的路有多难走啊 马都走不了 这人呢 走着走着 你还得小心 别滑到山剑里去 有的地方呢 要抓着藤蔓往上爬 有的地方呢 要裹着毯子往下滚 就这 这两千余金的重炮 咱能整到金川前线吗 这不下耽误功夫吗 还有你说的啊 你说绕过敌人的掉楼 深入敌后 哎 这金川本地人 都不知道有小路 你能找着吗 就算你能找着 真的深入了敌后 如果敌人断了你的后路 那孤军深入又有多危险啊 种种可与险招 具夷尝试 难道我们要把各种险招 都试一遍 全失败了 才肯罢休吗 从前啊 朝廷对西北用兵 大准干 准干比金川大多了吧 那不也就派一两路大帅 去统领就可以了吗 为什么金川 我们要派这么多的朝廷重臣和他对斥呢 哎 这朝廷重臣 这不都你自己派去的吗 前路说 对 朕错了 朕错了 行了吧 此时错误 朕 君臣同之 咱们君臣都有错 错在太心急了 所谓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一 求三年之爱 这七年的毛病 你非要三年把它治好 这不可能 咱错了 错了怎么办 错了就要知而速改 赶紧改正 咱不打了 撤兵 成此收局 有违未完 而且啊 不酷躺藏 内地民力 戒锁荡息 咱们国库的银两 这各个地方的人力物力 都是我们要珍惜的呀 前龙前面说了那么一大套 其实是最后一句 才最为关键 为什么不打了 前面那都是次要因素 主要是国库的银两 人力物力撑不住了 咱给大伙分析一下啊 在当时 在金川前线 前线 聚集的这个官员 士兵和服务他们的各种劳力 加在一块多人 差不多接近十万人了 要把十万人这么一个巨大的团体 扔在那个雪山的山沟里面 让他们正常的运营生活 另外还要支付巨大的作战消耗 这是一批非常大的开销 当时呢 你想这在四川打仗吗 那四川当局就要负责前线的后勤 在乾隆十三年十二月 这也就是乾隆下旨撤兵的一个月之前 四川不正式高越 给乾隆上了一封分析报告 报告上这么说 说现在在金川大营驻扎这些士兵 一个月 臣要给他们运米两万一千余弹 然后呢 皇上你不是四处调兵 在支援我们吗 这些人如果都来了 一个月需要再消耗两万余弹 这么算下来 从今年十二月到明年五月 这半年需要二十五万弹粮食 这还只是粮食 那还需要银子呢 这银子半年需要八百七十余万粮 半年用八百七 那一年用多少呢 一年用一千七百四十万粮 这一千七百四十万粮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当时乾隆朝一年这个税收 最大的项目是田赋 农业国嘛 从土地上收这税 一年能收两千九百万粮 这一年的税收一大半 就都得花在这个金川上面 那别的事还干不干了 咱再做个对比 雍正 终其一生 呕心沥血 推行新政 最后给乾隆攒了多少家底呢 国库银子是两千四百万粮 这都支撑不了打金川打两年 而且呢 这高岳接着给乾隆说 说乾隆需要的这些大炮枪制 梁响战马 这都要从我们四川去争调民夫 给运到乾隆去 这民夫啊 需要的太多了 因为这乾隆路不好走 溢出逃冠 山路奇险 雪深冰结 艰苦是内地备胜 这比平常啊 运这些东西啊 艰苦无数倍 这么艰苦就需要更多的人 那人都去运东西了 这人原来干嘛 原来是农民要种地啊 现在地没地种了 没人种地了 粮食欠收 于是呢 成都米价昂贵 民事艰难 而且这个事 不读川山疲弊 不只是影响我们川山 其他各省亦不免于骚动 比如说 直立河南山西 大兵经过 那么全国调兵嘛 这些省份都在运兵路线上 那这些省份呢 都要负责接待 把这些士兵们运走 这都要需要很大的支出 即使是不在这运兵路线上的省份 比如说江苏 比如说浙江 这些地方平常要从我们四川运米过去 现在好 川米不到 我们这都不够吃了 那他们那呢 他们那米价也上涨了 钱龙看到这些 后悔了 说朕要是早知道川省物力疲蔽 地方险阻 实不肯为此举 朕绝对不会干这种事 现在各个省为京川 调拨的这些钱量 已经动用到储备了 我们全国现在国库的银子 这一共有多少啊 一共是2700余万 这大金川打不了两年 就得把这2700给花完 这钱全花到金川前线了 其他地方 内地偶有急需 哪有个大事小情天灾人祸 朕连钱都没有 再有啊 川省民饭杂饶 这四川有大面积的山区 这山区里边有大大小小 无数的居民部落 那怎么就大金川跟咱们对着干呢 因为别的部落 日子过得不错 收成疯人 校民尚有乐生之心 得以绍安无事 可是呢 最近要么就把他们的土兵 调走打仗去了 要不呢 把他们重地的人调走去运粮去了 这战争连年人苦劳逸 这个时候 如果有那奸邪的小人 从中煽风点火 以异动之民当困备之计 这朕都不敢往下想啊 而且呢 这不光是四川 京城都出问题了 朕最近查了一下 这个该发出去的旨意 到现在还拖着没发的 有一大堆 为什么呀 忙不过来了 这六部啊 是天下政务的根本 敬略大学士富衡 以戈城的身份帮朕 分管着 监管着利部和户部 现在呢 他不管了 他走了 上前线了 那六部还有六部上书呢 对 你看啊 利部上书达尔当噩 到前线了 户部上书舒克德 也到前线了 兵部上书胡保 现在也到前线了 这不都是你派去的吗 现在呢 京城中留下的这些军机大臣里面 大学士张庭玉 岁数太大了 休假了 然后呢 还有大学士莱保 上述 陈大寿 汪尤敦 纳颜泰 等等 这些人呢 他都有本职工作啊 他们本来是利部 户部 刑部和李帆院的上书 兼职军机大臣 每天到军机处来当会儿班 回去该干啥干啥 现在好 带着军机处当班啊 回不去了 陈希那只 从早上忙到晚上就忙着金川的事 那这户部 刑部 李帆院什么这事 不全耽误了吗 对呀 这金川军务一日不俊 则诸位大臣一日无暇 即朕亦不忍 更则以旷物不物之谦 朕也不忍心 责备他们 耽误了本职工作 因为他们已经够忙了 这996这都不是 这都笨007了 所以啊 朕决定啊 知难而退 知过而改 乃所谓不远之父 啥叫不远之父啊 这是易经里边的话 这意思啊 就是你往前走 走不多远 回头看看 是吧 这别走错了道 有错及时改 咱们现在就走错道了 好在呢 没走出多远 赶紧改 要赶紧撤兵 这前线就留下月中旗 带领着一万兵马 镇守在打箭炉 别让金川人打过来 当然正估计他们也不会打过来 这就得了 剩下的人全部给朕回家 这一集啊 讲了这么多 其实总结起来就这么一两句话 就是这个打金川啊 本来可能用不了这么多兵 可能五千一万 没人够了 但是乾隆说 咱们要展示咱们打清的实力 把这全国的兵马都运到金川 把全国的重臣也都运到金川 咱们把敌人吓死 结果呢还没把敌人吓死 先把自己累死了 好在呢 乾隆及时意识到了错误 知错咱就改 怎么运回来的这些人 这些官员兵马 咱再怎么运回去 这一趟咱就算是白折腾了 好在咱们大清实力雄厚 他禁得起折腾 是吧 这像什么呢 比如说啊 有这么个家族 这家族啊 特别富 富可敌国 你感觉他们家这钱啊 这几百辈子都花不完 可是呢 没经过几代 哎 这家族就没落了 为啥呢 还不是因为他的后人们 特别能折腾吗 这家族就能折腾了